專業、專注, 三大平馬人尊訪 奮鬥經歷, 成功之道 一一細數, 立即放眼馬世界 每逢賽馬日 都要舉行八至十一場賽事 每場賽事有十多筆的賽區參賽 要面對近百筆, 甚至過百筆的賽區 你能否做得到 對於每一筆賽區的資料都來如指掌 有一群朋友能夠做得到 我指的是一群專業的平馬人 他們除了對馬匹的往績 有深入的了解之外 更加在賽事當中 即時會大家帶來精筆的分析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要作為平馬人有什麼成功秘訣 我們今集請來三位大家熟悉的面筒 包括O仔, 張美德 王家豪和周榮澤澤哥 跟大家說說 我們就由神租說起 我們先看一看吧 早晨, 現在五點比較鬆 我一個星期都不是每天來 來兩三天左右 找回我的眼睛 好, 我先看一看 我的眼睛 每個星期, 有兩至三天或以上 O仔都會來到沙田馬場看神操 別以為看神操, 只是用眼睛看 其實看神操的時候 還需要很多裝備 坐在這裡這麼遠, 看不到的 看一看 眼睛看遠鏡 還有一些馬, 這麼多 完全認不得到 要用耗布表幫忙 還有就是這個Walky Talky 剛才看過狗仔隊 導演在樓下溝通靠這個Walky Talky 還有什麼呢?還有…收音機 雖然小鳥聲也好聽 不過有心機可以聽聽新聞 還有乾糧, 猜不猜是什麼呢? 還有是包, 有點像, 是迷你乾酥餅 神粗是看馬筆狀態最好的時機 平馬人也在現場觀察馬筆的表現 還要憑藉菜區流露出來的 每一個細微的動態 來對牠們的走勢、狀態作出分析 這份專業如何才能做得到呢? 其實看神粗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養成自己 對馬有一個興趣 做我們這一行來說 一定要去看神粗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你可以從神粗的角度裡 可以判斷馬的變化有多大 現在看神粗有很多角度去看 除了在現場看之外 其實在電視, 神粗片也幫到很多朋友 至於看電視好的角度 就是因為鏡頭比較清晰 也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你對於初入 喜歡賽馬, 初入不忘的話 你這個看電視 首先都是挺大的幫助 但還有一件特別的 現在由於電視 在試習方面也有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 因為現場看時集 只是一個短短的時間 你靠一對眼睛和望遠鏡 你不可以容易兼顧到十幾隻馬 但是在電視上看 你錄下來之後 你可以再重看再重看 變成每隻馬的走勢 是怎樣呢? 是比較容易判得到的 譬如我們看一隻馬的神粗的時候 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就是 一隻馬在神粗完成之後 一隻馬走回頭的動靜 其實任何人都能吃一提 不是很困難 譬如他不是很好的狀態 他就周身躁火, 搖頭擺腦 或者他走得上來很暴頭重 走回頭完全是… 很… 這樣走一頭走一走 好像很辛苦 很狀態的馬 他又不會說很緊張、很急 他反而是肯定的, 走得很順暢 你會看得到 原來他跳完一步這麼快 他的馬完全沒有特別辛苦的地方 你看到這隻馬就是好狀態 當然, 平馬人的工作 又怎能看神粗這麼簡單 他們還需要不停地 收集不同菜式的最新資料 甚至要全天後地留意 世界各地的菜馬運動資訊 掌握著大量最新、最齊備的資料之後 他們就要將資料計詳細分析 來預備節目的內容 所以一個星期, 兩個菜買日來說 平馬人的工作真是不少的 時間開廠了 這兒就是我的私人化妝間 其實就是我們錄影廠的控制室 你知不知道整天化妝會令皮膚很差 之前要用綠色, 綠色的遮瑕膏 今天不用了, 今天比較好 完成了改造過程, 可以開廠 推出一筆選擇、惡性廠 victims 你怎麼看見一個群組? 我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見一個 也要我要踩人士 一隻貓油, 可以一個正式的 我都不是會這樣, 要看見一個 我看見很多人真是很容易 但是我看到這次有問題 寫稿, 寫稿 我現在找個地方躲起來 繼續做功課, 再見